拆了旧房,盖新房,天福天寿,天吉祥 哈喽老兄们,我是血娃娃 今天我们出来拆一栋房子 这是今年开工到现在,拆的第三栋房子 今天拆的这个房子有点大,总共有六间 之前我们拆了两栋房子,都还没有这一栋房子面积大 我们放个角度来看 老兄们,你们觉得这栋房子的地势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房子的地势非常的好 把这个老房子拆了,重新在这里修两栋别墅 那是相当哇塞的 为什么要修两栋房子呢? 因为这东家有两个儿子 这六间房子,两个儿子,一人一半 现在两兄弟打算把房子拆了之后一起修 在拆房子之前,我发现这个房子里面还有燕窝 我们来看一看 我里有几个蛋,有十个 哪个左了哈 我们在这个燕窝里面发现了四个燕子蛋 我们要拆房子了,所以只有把这个蛋先给它拿出来了 还有一个哈 我们把这个燕窝摘下来之后 东家说,边上的这个房子里面呢,还有一个燕窝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燕子哈 哈在那儿灰呀 嗯,是吧 哦,你都瞎摘着了 这一个燕窝里面也有四个蛋 但是这四个蛋呢,都已经破壳了 都已经成小燕子了 但是现在我们要拆房子,也只有脸塌的窝一起给它端了呀 房间里面东西收拾完了 我们在拆房子之前,我们还是先行三个礼 这个仪式感还是要有 拆了旧房盖新房,天府天寿,天吉祥 房金万两堆满堂,家中存油万斤粮 做门开工大吉,顺顺利利建新房 兄弟们,现在我们拆的这个房子比开是两层楼 其实这个下面的这一层啊,是个猪圈 我们在拆这个房子的时候啊 我就问了一下东家他们的这个发芬池在哪里 东家说呀,这个下面就是发芬池 我们把这个房子拆了之后啊 要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发芬池给它挖了 然后挖一些砖块给它填起来 不然到时候挖鸡一压塌了,那就老火了 其实有很多老司机也开了很多人的挖鸡 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条小的细节 就导致挖鸡把这个发芬池压塌了 最后啊,挖鸡开翻了 虽然我没有上过这个当 但是我见过别人上过这个当 所以每次拆房子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是问一下东家的这个发芬池在哪里 在拆房子的时候就先把这个发芬池先给它填了 这个房子是几十年前修的 当时修的这个房子 这个楼面用的全部都是水地板 所以这个房子就比较好拆 今天这个房子虽然有六间 但是哈,我们大概只用了一两个小时 就把这个房子给拆下来了 但是当初修这个房子的时候 却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才修起来 当初东家为两个儿子修起来这么大一栋房子 其实挺不容易的 现在我们就用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把他们当年辛辛苦苦修起来的房子给拆了 当年修这个房子的时候 这个木材用的比较多 我们在拆房子的时候 这个木材我们尽量啊不要给它压住了 拆下来的这个木头 我们尽量的先给它哈到一边去 再来拆这个房子 最后这一面墙拆了 今天这个房子我们就平平安安顺顺利的给它拆下来了 后面我们就等东家把场地上的这些木材剪了 然后啊我们再找车子把这些渣子给它拉走 这个正房子的后面还有一个小平房 这个平房是最近一两年才修起来的 当时到的是现交 东家说这个是修的厨房 就让我们不要把这个厨房给拆了 只需要把这个面上的砖块给它挖下来就行了 这个厨房啊就保留到这里 到时候就不需要重新再修了 我们在拆墙面的时候 发现东家和东家的孙子拿的小锤子 在场地里面呢靠这个钢筋 然后这个墙我就先不拆了 我就把挖机开过来 先把场地上的这些钢筋 用我们挖斗啊给它拍一拍 先把这些比较大的钢筋给它拍出来 不然到时候装车装走了 还是比较可惜的 只是用挖斗来拍这个钢筋 实在是太上车子了 其实我一点不愿意拍这个钢筋的 开过挖机的老铁肯定都知道 用挖斗硬碰硬那是非常伤车子的 但是没有办法呀 如果说让东家一点一点的靠 不知道要靠到什么时候 最后听东家说 这几间房子捡的钢筋啊 最后还卖了一千多块钱 这还是可以呀 多多钢筋砸完了之后 我们继续来挖这个墙 边上这个角落应该是个厕所 我们挖了两下居然给它挖穿了 然后问了一下东家还挖不挖 东家说这个就先不挖了 毕竟后面呢可能还要用 我们就等着车子来呀 准备把这个厂子上的渣子 全部给它装走 这六间房子啊 我们最后总共装了有二十多车 才把这个渣子拉完 反正打算是把渣子拉完 把机坑一挖 这个活就结束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兄弟们 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因为一个绝地 就导致我们挖机最后在这里 又多干了三四天的活 挖机又多耽搁了十几天 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揭晓 上面一句话必须拆 让我们瞬间堕落几天的活 哈喽老铁们 我是喜娃娃 今天我们接着上个视频 继续来干这个活 上个视频我们帮东家 把这个房子的主体拆了 然后后面的这个火房 东家打算留着 到时候就不用再熄火黄了 但是今天在放线的时候 上面的人说 这个厨房必须拆 不拆也可以 但是要减平方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东家批的地基 是120个平面 但是后面的这个厨房 就占去了40个平面 那120就要减去40个平面 那东家就只能修 80个平面的地基了 这样的话 之前房子的设计 图子要全部更变 而且这样修起来的房子 很难和后面的厨房结合起来 最后东家一咬牙 就干脆啊 让我们把这个厨房啊 全部给他拆了 这个厨房是最近几年才修的 当时到了是橡胶 也花了好几万 其实拆了还真的有点可惜 现在就给了东家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把以前的这个厨房给拆了 要么呀 就是在修房子的时候啊 把面积剪下来 最后经过一考虑啊 还是把这个厨房给他拆了 毕竟嘛 新修的房子 面积少了很多啊 不好规划 而且啊 也很难和这个厨房结合起来 这个厨房总共有六间 东家两个儿子啊 一人三间 每一间大概有十几个平方 然后六间的话 就去了七十几个平方了 按照两兄弟 每人一百二十个平面来计算 总共就是二百四十个平面 再减去厨房的面积 七十几个平方 总共啊 两兄弟剩下的修房面积 只有一百七十几个平面 然后再除一二 就相当于两兄弟 一人只能修八十几个平面的地基 这样啊 就显得房子就小了很多了 这也是别的东家 硬拆这个厨房了 前面我们给东家 拆这个两层楼的房子 总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给它拆下来了 但是后面的这个小平方 虽然说只有一层 但是真的是不好拆啊 主体房子的楼面 以前用的是水底板 我们一拆就给它拆下来了 但是后面的这个小平方 用的全部是钢筋混地图 现胶的 这个就不好拆了 我们挖机基本上是挖不动的 全程都是用破碎锤来打 前面这一排的桌子 我们基本上全部给它打掉了 但是这个楼面就是不下来 看着都着急 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我们只有一点一点的给它拆下来 反正最后东家还要这个钢筋 就相当于我们边拆这个楼房啊 就顺便把这个钢筋给它打出来 最让人头痛的就是打这个钢筋了 老体们你说这个钢筋要怎么打呢 而且打出来呀 尽量不要有水底块 这样啊才好卖 我们把大的水底块打了之后 钢筋上面还有很多小的水底块 这个水底块用枪杆就不好打了 然后我就尝试用斗去拍 但是这样效果也不是很好 这个楼面上的钢筋 我们基本上收集到了一堆 老体们你们看 这个钢筋里面呢 全都是这种小的水底块 你说这个拿去卖 谁会收呢 这个钢筋我们就先放到这里 后面呢我们再想办法 然后我们把挖机开到这个边上来 把边上的这个水底块 给它打掉 为什么要打掉呢 因为东家这里啊 又历史加了一点活 说这个边上啊 要打个三米多高的宝坎起来 我们要把挖机开下去 然后啊挖宝坎基础 但是这个地方啊是水底块 到时候我们把锤放过来 可能就挖不动 我们就提前把这个水底块 给它打掉 这个水底块打了之后 东家说这个房子的后面 还让我们用挖机啊 给它打个一米多宽进去 以前没拆这个厨房的时候 东家根本都没有打算 这个房子后面还要加宽 但是现在这个厨房已经拆了 就让我们把后面的这个坡 再往后面 扬个一米多宽 把后面的这个羊沟 搞大一点 以前因为地时收线 这个房子后面都没有羊沟 现在整个房子都拆了 就顺便把后面的这个羊沟 再加宽一点 我们把上面的这一层石头 打了之后 我们今天就提前下了一个班 这么早下班干嘛呢 老铁们你们看 我是回家来焊这个东西的 这个夯锤是我们以前自己改装的 放到那里很久没有用了 我就拿过来把它加固一下 打算拿这个去打那个钢筋 老铁们你们说 这个打钢筋怎么样 时间又来到了第二天 我们来了之后 就第一时间把这个夯锤给它安上 安上我们来试一试 这个打钢筋怎么样 你还别说用这个夯锤来打这个水的块 真的是好打 然后啊 没打两下 这个水的块就打掉了 钢筋就打出来了 用这个神器来打这个水的块 给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之前看到这么多水的块 看的都头痛 这一堆我们没有打好一会儿 就把这个钢筋全部打出来了 虽然用这个打水的块很好用 但是我们焊的这个呀 不是很牢固 没打好一会儿 就把这个板子打掉了 这就老火了 这个我们也只有慢慢的来打了 好在这个枪杆底部是平的 要比之前那个带尖的呀 要好打一点 前面还有两小堆 这个呀 我们只有慢慢的来打了 我在想 这个打出来 卖的钱 够不够挖机会用呢 我们会了九流二福之力 总算把钢筋里面的水的块 全部打掉了 然后啊 我们就把这个钢筋给它打成堆 到时候啊 好拉走 那钢筋的车子还没有来 我们把挖机开到这个边上来 先把边上的这几个核的树啊 给它挖掉 到时候我们挖机好下去 挖机槽 树还没挖完 然后那钢筋车来了 当时这个收钢筋呢 是骑摸车来的 我说这么多钢筋你怎么拿走 他说他去开个大车 他所谓的大车就是这个长安车 我还以为是那种小型的农用车呢 这两坨钢筋 他这个车也拉不走啊 这收钢筋的老板也不想跑第二趟 就让我们把这个钢筋往前面给他挤一挤 说呀 把两坨钢筋啊 全部给他装上去 我就跟他说了 你这个车子小了 这两坨钢筋呢 拉不走 如果说拉到路上掉了 那就麻烦了 他会得让我试一下 老板的意思让我们把这一坨钢筋 给他钓到上面 使劲给他往下面压 或者是他找个绳子拉一下 但是啊 我们这个啊 挖起来呀 他老是掉啊 装不上去 最后啊 我们就放弃了 让他先拉走 拉走了之后啊 后面再来一趟 这个边上撕出来了很多钢筋 让我们给他拍一下 不然路上很危险 我们在拍的时候啊 他这个车门太脆弱了 一拍 他的车门就变形了 拉钢筋的车走了之后 我们也不要闲着 那个前面呢 还有两棵大树 为了防止这个树啊 倒下去 砸到人家的房子 我们就绑了一个绳子 那边边砍呢 我们边带点力 我们刚把这个树砍下来 把它盘走了 然后这个拉钢筋的车子又来了 我们就把最后这一坨钢筋 再给他上到车上去 紧接着我们把前面的这棵大树 跟之前一样绑了一个绳子 然后挖机用点力 把这个树先给他砍掉 所有的树砍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 修一条路下去 挖基础槽 之前我为什么要用破碎锤 把这个水底块打掉 就是因为啊 我们挖机要从这里 修条路下去 所以就提前把这个水底块打掉了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窄的 基本上挖机啊 刚好能开下去 虽然挖机开下来了 但是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窄了 挖机开下来了之后啊 也不好干活 我们就把边上的这个水底块 多多还是给他挖掉 尽量把这个路给他修宽一点 虽然我们这个路修过来了 但是还是有点窄 在挖这个基础槽的时候啊 不知道这个屁股被撞了多少次 哎 这个条件没办法呀 老脸们 这个宝可能深度大概有四米多高 我们挖机修路下来 勉强能挖到这个底部 好在这个土层不是很厚 如果说稍微厚一点的话 我们挖不到老底子 挖起来的泥巴 防止往下面滑 我们边挖的时候 边把这个泥巴给他拍一拍 拍紧一点 挖到后面这一段 接近有一米多 我们挖不到了 然后就下去 跟包工头说一下 看看怎么办 我们修路的这个位置 是斜着下去的 这个位置就越来越高了 就导致这个底部 我们就挖不到了 差不多只有一米多长 然后就跟包工头商量一下 这个就让他们人工自己来清理了 这个宝坎有四米多高 长度有二十多米 他们人工把这个粪土倒起来的话 差不多要十几天 然后场地里面的这个渣子 我们就先不挖了 因为这个宝坎打起来之后 我们就将就这个渣子挖过去回田 因为那个地方倒起来之后 需要很多东西回田的 两兄弟一起修房子 房子的外观居然没统一 兄弟们 今天我们接着三个视频 继续来干这个活 三个视频 我们把这个场地平整出来了 从最开始我们拆房子 到现在 总共花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总算是把这个场地 给平整出来了 场地平整好了之后 包工头 花了一天多的时间 总算把这个线也放好了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 就是来挖这个基坑 这个地基一样看 我们只挖了一个出来 其实相当于挖了两个地基 因为东家有两个儿子 他们修的这个房子 要分开修 不像以前的老房子一样 连接到一起的 以前的老房子 不光外面的招型一样 里面的布局 基本上也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次让我有点意外 既然两兄弟修的这个房子 外观上面没有统一 哥哥觉得弟弟的不好看 弟弟的觉得哥哥的不好看 反正就是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 左边这个图是哥哥选的 右边这个呀 是弟弟选的 老铁们 你们说这两个图 到底谁的房子修出来啊 更好看一点 在没挖基坑之前 我以为前面的这一排基坑 起码要挖个三米左右 没想到就挖了一米多深 就挖到老底子了 这个基坑刚挖好 毛工头就让我们甩一些石头下去 把这个底子垫平 挖了这么多地基 还是第一次见 底子都没有清 就直接甩石头的 最起码把底子清了 底子铺一点混凝土 再甩石头 这样也好很多呀 然后我就给包工头说 这样搞出来怕不得行了 最起码要把底子清一清 清了呀 再放点混凝土 混凝土放好了之后 上面再放石头 这样才行 然后工头说没事的 这个底子是硬的 把石头放了之后啊 上面再放混凝土 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挖后面的这个基坑 挖完了 我以为啊 又直接把石头放下去 这一次啊 包工头就让我 不要把石头放下去了 这个地基总共要挖 三四六个基坑出来 所以啊 也会挖很多泥巴出来 如果把这个泥巴 全部堆到这个场地里面 基本上是堆不下的 再加上东西这个地基啊 一步往上面提 到时候回填 基本上也用不了多少泥巴 所以我们在挖基坑的时候 就顺便就找了一个车子来 把这个沙子啊 就直接装走 车子来的时候 我们就挖外面的基坑 因为外面的基坑挖的比较深 泥巴也比较多 车子走了呀 我们就挖里面的这个基坑 一面的这个基坑 不需要挖很深 我们就把这些渣子啊 就全部堆在这个边上 老铁们 这个基坑比前面挖的 所有基坑都还要大 原因是 这两个基坑啊 其实啊 是两兄弟一边占了一半 东西让我们把 这个排列的基坑 全部挖通 虽然两兄弟 修的房子是分开修的 但是这个地基啊 还是连接到一起的 挖到后面 这两个排列的基坑 就有点不好挖了 这里有一个黑色的管子 这个管子啊是天然气管道 这个基坑刚好就在 这个管道边上 也不知道啊 这个下面是个什么情况 就生怕呀 挖的时候啊 把这个管子挖到了 这个基坑前面 又是之前倒的缝泥土 挖也挖不动 我们只有用这个斗啊 阴气砸 这样啊 是相当的会车子的 看着都心疼啊 这么一点呢 又不想放破碎锤 在这里砸了老半天 总算是把这个凤土挖掉了 好在这个天然气管道 你这个基坑有点错开了 不仅仰我们挖基坑 我们总算把这个基坑 也挖出来了 最后这个基坑挖完 这个火就先高一段落了 等他们工人 把这个柱子倒好了 我们再来回田 回田了之后 再来挖基槽 时间又过去了七八天 他们工人 总算把这个柱子倒好了 今天我们又把挖基拖过来 先把这个柱子 周围这些空隙啊 给它回田了 回田了啊 顺便呢 再来挖这个基槽 我们还没来回田这个基坑 包工头就把这个线 给我们放好了 这样啊 放了也是白放 我们在回田的时候 就把这个线给它挖掉了 其实这个柱子倒好了之后 这个线放不放都无所谓的 我们在挖基槽的时候 只要把两个柱子 给它对直了 然后在中间再挖个槽就行了 再挖这个基础槽 之前我们先把前面的这个搅拌机 给它攒到一边去 先把这条路给它腾出来 为什么要先把这个路腾出来呢 是因为我们在挖这个基础槽之前 这个基坑周围 我们也是回田完了的 然后这个基础槽挖起来之后啊 也有多多泥巴 所以我们就要先把这个路 给它弄出来 弄好了之后啊 再挖基础槽的时候 就顺便又转个车子啊 又给它拉出去 在挖这个基础槽之前 我们把边上的这两个斗尺啊 给它换了两个新的 这样啊 我们在挖这个槽的时候啊 要好挖一点 还有一个原因 我是想把这个羊钩 再给它挖深一点 挖宽一些 这个水是从左边往右边排 所以右边这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适当的 比左边呢 稍微挖深一点 这样雨水一来了之后啊 要流的快一点 不容易汤水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尖尺 把这边这个钩 尽量啊 给它稍微挖深一些 在清理这个钩的同时 我们顺便把里面这一溜啊 也给它平整出来了 多的泥巴 我们就堆到了一堆 当车子来了之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泥巴 给它装上车 车子装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啊 把前后这两个柱子 给它对直 对直了之后 就在这两个柱子的中间啊 挖个一斗宽的这个基础槽 这个深度啊 要求是40深 在挖这个基础槽的时候啊 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泥巴 全部给它装走了 这个边上啊 还是要留一点泥巴 因为这个地圈梁倒好了之后 还需要一些泥巴来回填的 如果全部给它拉走了 到时候又拉泥巴进来 就老火了 这一小段圈梁刚挖完 然后啊就发现 这个车子啊 在这里陷住了 我还以为是这里陷下去了 原来是因为司机在开的时候啊 没有注意往左边来了一点 就导致这个轮子掉到这个机坑里面去了 老铁门可以看前面的这个车轮子 如果说司机在开的时候 往右边靠个五六十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掉下去的 我下去看了一下 这个陷的不是很严重 我们就把里面的这个渣子啊 给它挖出来 把左边陷车的这个位置啊 挖一些泥巴出来 然后他车子用力我挖机在搭把手 这个车子一下子就救援起来了 然后我们就在边上挖一些石头 把这个坑呢给它回填起来 然后我们继续来挖这个基础槽 这个基础槽和前面的一样 我们边挖的时候就把这些多的泥巴 就用车子给它拉走 场地里面呢只留小部分 到时候回填地基用 最后这一段基础槽 我们就稍微挖慢一点了 因为这个下面有天然气管道 前面我们干了这么多活 一直在留意 不要把这个管道挖坏了 不然最后这一点活 把它挖淡了 那就全空进气了 我们先把表面上的这个水里块挖了 挖了之后 后面这个基础槽 我们尽量这个斗尺啊 不要斜着往下挖 我们就平着挖 然后用堵背去擀 去扫 尽量把多多的土挖出去 剩下的一点点土就让他们人工清一下 不然到时候真的把管子挖坏了 那就麻烦了 所有的基础槽挖完了 然后我问了一下包工头 下次来回填要什么时候 工头说大概要十几天 因为他们工人到地圈梁 差不多要五六天 然后再保养个四五天 差不多也就是十天左右了 挖一个地基用时一个月 是个什么样的体验 兄弟们 今天我们接着上个视频 继续来挖这个地基 上个视频 我们帮东家把这个保坎基础挖好 这已经过去了七八天的时间 这个保坎昨天才刚刚到好 东家就给我们打电话 让我们今天过来 把这个保坎先给他回填了 顺便把场地里面 之前没有干完的活给他干完 把这个场地平整出来 东家好修房子 路上的这一堆沙 是之前打保坎的时候剩下的 我们先把它挖到这个边上去 先把这个路给他腾出来 到时候啊 后面拉扎子的时候啊 可能要来车子 前面这堆石子 也是之前打保坎的时候剩下的 东家让我们给他挖到这个边上去 我们刚挖几斗 然后啊 这个包工头就来了 他说你把这个石子 推放到这里啊 他们不好干活 然后啊 就让我们把这堆石子啊 又挖到这个角落来 由于这个包坎是昨天刚倒好的 上面这一板的模板都还没有拆 我们来了呀 也不能直接回填 我们就直接把破碎锤换上 先把黄屋后面这个加宽的位置啊 先给他加宽 在把这个扎子挖走之前 我们顺便把上面这一段的边坡 也给他修一修 下面这一段打不到的呀 我们只有把下面的这个扎子 拉走了之后 再来换破碎锤 然后我们把这个斗又翻过来 说边上的这个小房子也要拆 我们先把上面的这个太阳能给他拆了 然后啊 边上的这个宝坎的模板呢 也已经拆完了 我们就可以把挖下的这个扎子 填到这个宝坎里面去 但是这个宝坎 上面这一板是刚倒好的 所以上面这一板 我们尽量不要回填 先把下面的那一板给他回填了 这个小房子 以前应该是洗澡的地方 上面的这个板呢 还有钢筋 我们把这个板挖过来 把这个钢筋也给东家拍出来 这个板的水力标号应该不是很高 我们没有怎么用力啊 就把这个板给敲碎了 把这个钢筋给掏出来了 后期这个位置要顺着这个边上 修一条路 连接边上的这个场地里面 我们就把这个砖块 先给他挖来 回填到这个宝坎里面去 场地里面这个扎子 不装走的话 我们都不好干这个活 所以之前他们打宝坎的时候 这个活啊 我们都一直没有动工 都一直等他们把宝坎打好 才来干活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宝坎到好了之后 那个位置啊 还要很多扎子来回填 如果之前我们就把这个扎子拉走的话 那后面回填就没有扎子回填了 如果之前在打宝坎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里面的这个扎子挖到外面来 再打后面的边坡 这样的话就比较浪费时间 所以啊 我们就一直等 等他们把宝坎打好了呀 我们才过来干这个活 这个货车是我之前那挖机的杯车 现在啊 换了新杯车啊 这个杯车就一直放在家里面 东家这个位置 有一段小路 这个新杯车不好进来 这一次啊 我就开着这个小杯车 把挖机拖过来 顺便呢 在回填的时候啊 我们就把这个扎子装到车上 就自己把这个扎子给它运过去 就不用一抖一抖的转了 拉了四五车扎子之后 我们就把挖机开过来 把这个扎子先给它回填了 老铁们 你们看 前面的那个宝坎 上面那一板和下面那一板的颜色 完全都不一样 上面这一板呢 是昨天刚倒好的 所以我们在回填的时候啊 为了防止把这个宝坎击垮 我们上面这一板 就不回填 只把下面和里面的这一片 回填了就行 里面这一段 我们回填好了之后 再用铝带来回地给它压一压 因为场地里面还有一些扎子 后面呢 还要来车子 把这个扎子拉出去 我们只把里面这一块压了就行 剩下的这些扎子 东家就找了两个杯车过来 把它拉出去 我的杯车呀 就放在那里了 因为我又要开挖机 又开杯车 没法干 所以就直接喊他们车子来拉了 场地里面的扎子 我们挖完了之后 我们又把破水锤放过来 因为这个场地里面呢 还有之前拆房子 现在的这个柱子 还有这个圈梁 我们只有把破水锤放过来 把这个圈梁这些啊 给它掏出来 顺便呢 把剩下的这些钢筋 也给它打出来 场地里面的钢筋 打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后面的这个边坡了 这个边坡上面这一层 之前我们扎子没拉的时候啊 上面已经打了 下面这一段呢 我们就接着上面那个边坡 给它切下来就行了 这个边坡以前不是直的 我们拉直了之后 右边只打了几十公分 左边这个位置啊 就打了一米多宽 这样拉直了之后 两兄弟修的这个房子 后面呢 基本上都差不多宽了 场地里面有一些条石 我们在换泡水水之前 先把这些条石给它挖起来 先给它打成一小段 因为后期我们在挖机坑的时候 有这个条石不好挖 然后机坑挖好了呀 我们又可以把这个石头啊 给它放到机坑里面去 这样啊是一举两得 最让人难办的呀 还是这个位置 老兄们你们看 这里有一根管子 这个呀 并不是什么水管 水管嘛 挖坏了 重新接上就行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天然气管道 这就老火了 刚好啊 这个位置啊 又在地基里面 我就想到时候 这个机坑 还有这个机槽 要怎么挖呢 最开始的打算 我们是这样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气管子 给它掏到地基外面去 但是啊 后面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里面呢 还有一些渣子 这个渣子啊 到时候车子肯定要跟这里进来 如果说我们全部给它掏起来的话 车子也不好进来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就先不管了 到后面再说 时间又来到了第二天 我们把斗换过来之后 把这个渣子啊 挖一些回填到这个宝坎里面来 之前我们没有回填完呢 是因为这个宝坎才刚到好 这又过去了一两天时间 这两天太阳比较大 这个宝坎基本上 勉强能回 但是我们在回填的时候啊 边上这一段 就不是回到泥巴了 全部回到这个石头块 这样回填起来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回填好了之后 边上我们不要压 也不要拍 最后我们再把场地上的这些渣子 给它收一收 把这个场地给它平整出来 这个地基啊 总算是挖完了 这个地基从最开始拆房子 到现在把它平整出来 前前后后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才把它平整好 中途我们挖机没有活 就把挖机扔到了这里 有活的时候啊 又把它拖出来了几趟 反正今天呢 总算是把这个场地平整出来了 后面呢 我们就等到它放线挖机坑 哈喽老铁们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关注 感谢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挖一个地基 用死一个月 后续来了 哈喽老铁们 之前我们把这个地基圈梁挖好了 这过去了 有十几天的时间 他们工人 把这些圈梁这些啊 都已经倒好了 其实他们到这个圈梁 只用了五六天的时间 只是我们又多等了 五六天的时间 让这个水泥来受汗 现在基本上就可以来回田了 虽然这个圈梁受汗了五六天 但是我们挖机进去回田的时候 也要挖一些泥巴 把这个圈梁啊 给它保一下 这样啊 也是防止我们进去的时候 这个履带啊 把这个圈梁压坏了 今天这个活有一点不好干 之前我们回田一个地基啊 可能也就是两三个小时就搞定 但是今天这个呀 可能要多干一两个小时 老铁们你们看 边上的这个钢筋留的比我们挖机都还要高 我们在里面回田地基转土的时候 可能就会放慢速度 因为在旋转的时候啊 就很容易碰到这个钢筋 多花一点时间无所谓 主要是要把这个活给东家干好 我们把挖机先开到乌机后面来 先把乌机后面这一块先给它平整出来 东家的要求 这个平台要比边上这个圈梁矮个十几公分 我们就把这些多的渣子挖到乌机里面去 然后按照东家的要求把它平整出来 同时我们把里面的这个羊沟 也给它清理出来 前面我说这个活干起来有点慢 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边上的钢筋实在是太高了 我们往里面转土的时候啊 就需要挖机啊 往后面退一下 或者是搓一下胃 才能把这个泥巴甩进去 后面这个平台平整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填这个地基了 回填地基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从最里面的这一间往后面开始回填 回填地基之前 我就问了一下边上的这个包工头 问它这个地基回填多高 包工头说回填的和这个圈梁一样平 当我把这个角落平整好了之后 打算用斗背给它拍紧 这个时候包工头发现 我们用挖斗拍紧了之后 这个泥巴基本上不会怎么下沉了 然后又跟我说 把这个泥巴啊 再挖一点出去 意思就是比这个圈梁要矮一点 因为后面平整好了之后啊 上面还要倒一层分泌土 和这个圈梁一样平 也是怕我们拍得太紧了 然后后期灌水的时候啊 不会往下沉 到时候啊就不好铺分泌土了 平整出来多多泥巴 我们就一抖一抖的给它转出去 反正看哪个房间里面的土比较少 我们就尽量甩到哪个房间里面去 边上这个钢筋实在是太高了 我们转土的时候啊 一点不好操作 稍微不注意就碰到这个钢筋了 后面这些地基和前面平的那一间一样 都是比这个圈梁矮个几公分 我们就按照这个一点一点的给它平整出来 我们开进地基回填的时候 有没有老铁觉得这个泥巴不够回填用 之前我们把场地里面多的杂质 拉出去的时候啊都考虑到这个问题 到时候回填的时候啊 还需要一部分的杂质来回填 之前我们说过 这个房子是两兄弟一起修 虽然是一起修 但是也是分开了的 所以两家人呢 就会各挖一个发分池 挖发分池就会挖出一部分泥巴出来 这个泥巴啊 就可以用来回填屋迹 一个发分池 差不多可以回四五个房间 那两个发分池基本上就可以回十几个房间了 基本上泥巴也就够用了 目前我们只挖了一个发分池 就把整个屋迹回填好了 后面一个发分池啊 我们等一会儿再挖 这个泥巴还有用 我们把挖机开到屋迹前面来 把前面的这个场地啊 平整一下 东京的要求 这个场地要比之前这个场地提高几十公分 我们先把这个角落给它平整出来 这个角落边上是东家临时搭的一个棚子 这个棚子啊就没法回填了 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先把前面这个角落 拼出来的目的是因为这个外面堆放了一些材料 我们把角落拼整好了之后 他们就把这些材料 钢筋就全部移过去 这样啊我们就可以把边上也回填了 他们在转材料的同时 我们也不要闲着 把挖机开过来 把后面这个多的渣子啊往里面转 当他们把钢筋转移完 这个渣子啊我们基本上也挖到位了 边上这个模板 人工来盘的话很费劲啊很慢 我就让东家去找了一个绳子 绑着我们用挖机啊给它叼过来 这个模板是之前打这个圈垫的时候用了 这个后面啊可能还要用 所以啊就给它叼到这个边上 所有的材料弹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边上这一块啊给它回填起来 前面这个角落还差一些渣子来回填 我们把挖机开过来 把这个搅拌机给它叼到这个屋迹里面去 这个前方还有一个发问池 我们就可以把发问池挖起来的这个渣子啊 挖过去回填 今天这个天气有点怪 陆陆续续的下了好几场雨 但是每次下的雨啊都不是很大 下一会儿就停了 这个发问池看着有点小 没有前面挖的那个大 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地形收线 边上啊又是别人家的 又不能挖 我们就挖成了一个三角形 但是呢完全是够用了 发问池挖好了之后 我们把边上的这一块工地啊 也给它平整出来 平整了之后啊 用斗背给它拍一拍 这个呀也有用 边上这个杀石是之前没用完的 现在把这个路也堵住了 我们挖机在走之前啊 也要把这个路给它腾出来 所以啊我们就把这个沙和石子全部给它挖到这个边上 给它堆放到这里 整个场地平整出来之后 这个边上还多了一点渣子 这个渣子啊我们就堆放到这个边上 后期东家把这个帐篷拆了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渣子挖过去回田 然后我们再把整个场地用礼带来回的给它碾压一遍 因为后期拉的材料就全部堆放到这个位置 所以啊我们多压几次 给它压实一点 前方棚子这个位置 只有等东家把房子修好了 把这个棚子拆了 开始硬化这个场地的时候 我们再来 路口这个位置 我们也用履带来回的给它碾压一遍 压完了之后 整个活就结束了 好了老体们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关注 感谢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